你们有收到过 琼斯船长的漂流瓶吗 据说里面困着一个巨大的章鱼怪 而杰克船长就在章鱼的肚子里 只要救出船长 就能得到海盗宝藏箱 里面可是藏着神秘物体 这也太吓人了吧 哇 这不是非常的荷兰人号吗 里面那个大章鱼 居然把杰克船长的宝贝给吞了 这这这这这这 这我一本牌啊 说实话 我在那个大海就是深海恐惧症 中海就里面要有很多的怪物 就别说里面那大章鱼了 这还要从草鱼罐里面挖宝藏 不是没的啊我吗 买来了 不就是一个玩具吗 有这么可怕的 这不是琼斯船长的酒瓶吧 也没啥特别的呀 对 我发现了什么 这里面哪有什么液体啊 完全是一个大章鱼 瞧着两个大眼睛 嘶嘶嘶地盯着你 你就说怕不怕人 旁边还有个小骷髅头 这应该不算是杰克船长吧 换说他的宝藏呢 在这里 一个大基地 看来是杰克船长无疑了 不过话说这个啤酒瓶怎么打开啊 不会是像电影里面 我们把它小心翼翼地打开 我记得这个章鱼罐好像是女巫变的 既然是女巫 咱就不怕 肯定被高人给封印起来了 诶 这个说明书 我的妈呀 是鬼岛吗 还是说章鱼岛 六字章鱼角 每个上面都有一个金币 不知道我们这个里面有没有 嘿嘿 哦 这里有个小鱼味 该不会是从这里打开的吗 看来这个井皮下面是泥巴 意思就撕开了 杰克船长的宝藏 一下子就被我们找到了 这金箱子 上面还挂了一个大钞鱼 这个片段我看过 该会是穷尸船长的心动吧 诶 这箱子上面也没有锁呀 人家就是打不开的 奇了怪了 难道还有什么秘密啊 哦 看说明介绍 原来我们需要把这个宝箱 泡到水杯里面 才可以打开 扔进去 诶 打开了打开了 但是我的金币去哪了 这不就是一个小钞鱼啊 诶 怎么回事 这个宝箱里面怎么什么都没有 不行 我得再让它泡泡 该不会是搞错了吧 诶 独栏打水杯掌控 啥都没有啊 又骗人 看看这个漂流杯里面还有啥 哦 那不是那个大钞鱼怪吗 难道说 就是它把杰克团长给吞进去了 让我摸一摸 硬邦邦的 里面果然有东西 看来 要想找到宝藏 必须得复活杰克团长 爆了爆了 大钞鱼爆僵了 黑溜溜的全是墨汁 诶 救出来了 不过这个东西 怎么越快越不像杰克团长呢 有点像灯笼鱼 头上还有一个小灯笼 那你们说是不是 我该不会救了一个假的杰克团长吧 诶 宝藏呢 我看看这个钞鱼里面还有没有 哦 果然还有东西 金灿灿的 瞧 诶 这该不会是金的吧 诶 原来是一个武器 金色长毛 诶 又是一个假塑料啊 搞了半天 这里面哪有宝藏呀 完全就是假的 我发誓我再也不想买啦